大家好,又到每周超市特价时间 下周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了 人们也开始张罗圣诞满餐 原来以为油价降了 超市特价会是新鲜向荣的景象 没成想,逛来逛去 还是逛了个郁闷 不明白物流成本下降了 商品价格怎么老下不来呢 这周价格最开心的是HMA的人生鸡汤 整支鸡的 还有人生糯米 才卖9块9毛8 自己做都做不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Richmond的超市都还有什么特价 Superstore的火鸡 每只15块 3到5公斤重 下周就是圣诞 喜欢火鸡做圣诞晚餐的 现在正是时候 只是这之间的差距不小 完全看运气了 红薯 每磅7毛7 上周才有朋友说 周六晚上去 没有看到这款红薯 这周又来了 Freshcore的这款红薯 也是卖同样的酱 卢笋 每磅3块9毛9 想不想吃不管 不得不承认 这已经是价格最好的卢笋了 圣诞晚餐做个配菜 还是挺上档吃的 洋葱 每袋5块9毛8 10磅装 算下来 每磅不到6毛钱 价格好 是毋庸置疑了 就是怎么吃的问题 好在洋葱保存时间不短 不必紧赶慢赶地吃 鸡蛋 每磅3块8毛9 12个装 远远看见有不少人拿鸡蛋 以为有特价了 鸡蛋好几个月没有特价了 深知人们对它的渴望 它原来每磅买多少钱啊 瓦马的鸡蛋 每磅3块8毛8 12个装 这个价格有半年了 这周买它的人明显增多 据说养鸡厂又发生状况 担心等不来特价 反而等来涨价 先买几盒再说了 蒜头 每袋2块9毛8 一公斤装 很难在这里看到这个价格的蒜头 可能是拿不出什么商品特价 被挑中的吧 丰泰超市的带壳鲍鱼 每袋4块9毛9 这周最抢手的是它了 去年5块9毛9是抢的不行 以后再有5块9毛9的价格 也难提起人们的兴趣 只有价格再次降低 才能引起这样的轰动 这也是商家的难处 三扎气泡水 每瓶2块2毛9 这是新发现的一款饮料 看着蒙绿俩搬了两箱上车 每箱24瓶哦 便心生好奇的询问 说是打火锅后喝特别爽 值得一试 便买了两瓶 果然不错 喜欢三扎味 又不拒绝气泡饮料的 应该喜欢 慢鱼丸 马脚鱼丸 每袋5块8毛8 400克装 这可是鱼丸哦 比肉丸要贵得多吧 还有慢鱼的 是不是相对金贵一点 野生黄花鱼 每盒2块9毛9 454克装 鱼不大 以野生为卖点 平时都显得小 今天拿的口欢了 一个劲的说是野生的 明摆着就是价格好嘛 又不是今天 它才野生呢 韩国烧烤酱 每瓶3块9毛9 这款不少人喜欢的酱料 正好放在 带壳鲍鱼旁边 看一些人 拿完鲍鱼 顺手拿它 光顾着看人拿了 忘了看保值器 板栗 每磅9毛9 这款板栗 从1块9毛9 到1块5毛9 再到这周的9毛9 价格太有人了 看着也挺新鲜 上周买过 煮出来的板栗 不是那种黄松爽的 费了那么的劲才开口 最后还是倒掉了 小土豆 每磅9毛9 前两年 这完全是正常价 合金却围满了人 这土豆还坑坑洼洼的 没什么颜值可言 有什么办法呢 平时可要卖 1块9毛9哟 四季豆 每磅1块9毛9 这是不少人喜欢的豆呢 记得小时候 吃过一次没煮透的 弄得上土下蟹的 一直不敢吃它 一定要煮熟哦 H马里人参鸡汤 每袋9块9毛8 节省了60% 相当于打四则 它是一整只鸡 加上人参糯米熬成了成 9块9毛8 买一只鸡都不容易吧 还要熬成了汤 哪里人可不含糊哦 都是几袋几袋的拿 称得上这周最好的特价了 大桶花的牛腱 每磅5块8毛8 两条牛腱要16、17块 或许是冰箱不缺肉吧 看不出它的价格有多好 却看见有人不停地拿 反正我只是看看 杨健 每磅6块6毛8 看上去不大 还带着骨头 可想而知没什么肉了 大冬天熬个羊汤应该不错 酸菜鱼 每盒4块9毛8 鱼片酸菜汤汁都有了 用油炒一下酸菜 加水煮开 放入化冰的鱼片 烧开后按需要加入汤汁就行了 吃过 味道不错 主要是方便 这个价格特实惠 猪血糕 每袋5块6毛8 400克装 这是台湾的著名小吃 真是用猪血制成的 据说口感爽滑细腻 还具有解毒清肠 补血美容的功效 有谁吃过吗 味道怎么样 冷冻季菜 每袋2块6毛7 454克装 这是不少人喜欢的野菜 有人说包饺子特别好吃 去野外采摘 又被抨击破坏生态 这样可以光明正大地吃了 价格也不算贵 粉丝紫菜卷 每袋5块8毛8 500克装 一看就知道是韩国食品 看着挺精致的 味道也好的话就开心了 猪猪瓜子去壳机 每个16块9毛9 这是在收银机和推车之间货架上发现的 打开机子 把瓜子放进大小不同的孔 瓜子就会自动吐出来 可以避免吃到坏的瓜子 对于那些把磕瓜子作为乐趣的就大扫兴了 只是看着好玩 拿出来分享 还可以用积分来兑换哦 这周的蔬菜价格 虽然难得眼前一亮点 总体价格基本维持在2块多 还算不错 莲藕 每磅1块9毛8 价格是不错了 看着颜色 干净的有点怪 前两周买的莲藕是真心好吃啊 连续吃了好几次 这样的莲藕 还是有点不敢买 韩国蜜干 每磅1块6毛9 颜色黄爽 看两个人挑选 说是看这么漂亮 买几个尝尝 也买了几个 味道不错 汁水丰富 称得上性价比较高的 碰干 每磅1块9毛9 看来这款碰干价格相当 衣不做 耳不休 也买了 不觉特意挑了不同颜色的 皮相对厚一点 只是纯粹的酸甜 带了一丝说不出的味道 总体还行 牛腩 每袋11块9毛9 当时忘了看重量 现在怎么也看不清 这样一袋 肯定不止一磅吧 肉质还这么好 应该是划算的 烤牛肉 每磅5块9毛9 按照华人的习惯 这款肉 用来慢煮或者卤 应该更合适吧 折扣还这么大 卤起来可以慢慢吃的 Safeway的牛排 每磅8块9毛9 这款牛排的折扣不大 只能说它原来的定价 就非常合理 9块钱 上哪买这个质量的牛排呀 有人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特意低下头来看 真是物超所值 好 这期就介绍了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欢迎新朋友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